请追 我说好了 快 拍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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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批警力鹤枪实弹攻进这间日租套房 诈骗集团的嫌犯看到警察冲进来 都还来不及反应 就被压在地上逮捕 警察除了逮到嫌犯外 也救出了受骗民众 他们当初和诈骗集团接洽是为了找工作 谁知道竟然是在 被控制行动被关在日租套房里 而警察会知道被害人被囚禁在这边 全都靠和屡宿业者的合作 去年开始连续发生诈骗集团 欺骗民众出国到柬埔寨和越南等地打工 然后控制行动囚禁虐打 台中市警方发现被害人出发前大多会被集中关在饭店旅馆 统一监控 警方看准这一点和辖区内267间旅宿业合作 只要发现住宿的客人有异状 就通知警方从去年到目前为止 已经查获34件人口败运案 逮捕嫌犯128人 并救出71位被害人 另外除了人口求境外还破获了像是毒品分装案 或是违反枪炮管制条例的集团 这些都是和旅宿业合作的成效 华氏新闻说明杨综影台中报导 哈喽我是叶明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